詞曲 李宗盛 愿醉湖愛之上 受傷強 愛越強 此夢此幻 情意是人生 雖猴如錯怪有女人 有女與共 結伴與監 妙妙更逼贈 就算犧牲 不需要萬回塵 越過空襟 將會 讓過萬眾跳出斗陣 無知境漂泊 沒想成怨人 無聲的國度 在日夢裡飛行 願一天中靜著 歌聲如幻人 神氣中暗地 獨製戶外精神 我終於在骨髓庫找到一個 跟小劍吻合的了 真的 她叫什麼名字 中暗地 就是這個混蛋開車撞死小桐的 我怕她因為姐姐做傻事 其實她一直都放不下姐姐 虎尾巴 堅持住 小桐 伯母 是你啊 賀醫生 幹嘛來到家門口還不進去 我不知道阿喬想不想看見我嗎 一家人怎麼會有隔夜仇呢 阿喬其實很需要你支持的 我那麼走了 阿喬真的不生氣啊 不管怎麼樣 你是他們的媽咪嘛 關心罪的兒女怎麼會不對呢 不管他們歡迎不歡迎我 我都想見他們一面 反正我也來看小劍 一起進去吧 是胡子哥哥 走啊 走 胡子哥哥走 小劍 你看誰來了 小劍 媽咪 小劍 你回來了 顛不顛起媽咪啊 看你精神這麼好啊 媽咪就放心了 媽咪 阿喬 你是不是還生我的氣啊 是我不對 我不應該自己走了 其實我每晚都睡不著 我心裡很難過 我答應你 我以後不會離開你們了 你相信我 我真的很惦記你們呢 媽咪 我也真的很惦記你們 你不生我的氣了 剛開始我真的有點生你的氣 不過幸虧有阿正經常提醒我 叫我替你想想 其實做媽咪的承受的壓力真的很大 我明白 最辛苦的那個人是你 要照顧這個家 又要看著小劍 我答應你 我以後跟你們一起面對 好不好 我們是一家人嗎 你回來我真的很開心 還有我呢 小傻瓜 其實這一次 真的要謝謝賀醫生 要不是他鼓勵我 我都不敢進來見你們 我買了早餐 先逗不逗 我去拿碗筷啊 我也要幫忙 好啊 麻煩你了 謝謝啊 謝謝你 你媽媽已經說了 還說 我是說 一直以來你都這麼幫我 又經常鼓勵我 如果沒有你 我真的撐不下去 要不是你堅強 我怎麼幫也沒有用 對不對 總之謝謝你 吃早餐 進來 媽咪啊 小劍吃完早餐沒有 該走了 我回來了嗎 我送小劍去上學好了 對了 我看賀醫生跟小劍 好像很熟啊 你們來往得很密切嗎 媽咪啊 你說到哪兒去了 你之前不是跟 草龍醫生在一起的嗎 有些事 不是三言兩語 就能說清楚的 總之我沒和賀醫生一起 也沒和草龍醫生在一起 那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 你別看賀醫生表面又冷又酷 實際上他很緊張你的 媽咪啊 我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治好小劍的病 其他的我不會考慮 賀醫生說找到適合小劍骨髓的人是不是 還沒確定呢 我要和阿正再去找找 先等一等 什麼事啊 讓我再想想怎麼跟他說 不要緊 你慢慢想 如果他知道阿芬不會放過他 他又知道我們是阿芬的好朋友 可能連門都不讓我們進去 怎麼都要試一試 乾脆讓我先跟他談一談 好 有沒有人呢 你們在這兒瞎叫喚什麼呢 是不是要找信中的 是啊是啊 他搬走了 昨晚連夜搬的 聽說他被人打了 不知道他到底得罪了什麼人 嚇得要搬走 你知不知道他搬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我跟他不熟啊 不過我好心告訴你 好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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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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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过我不反对别人有宗教信仰 其实我也没有心教 那你有来教堂 我不知道可以帮小剑做什么 所以我只好求上天 我们还有机会的 这次的捐赠没有成功 也许会有下一个呢 就算香港没有 我不信照片全世界都没有 最要紧是有信心 有信心就一定能找到 所以我没灰心呢 有人说呢 在蜡烛上画个十字会零一点 我信呢 我信人生是有期望的 帮你查过来没问题 可能天气变了 气管有点收缩 我都说没事了 我女儿就是不信 又怕我有血压高 又怕我心脏病复发 这个不让我吃 那个也不让我吃 你不是说过吗 就算是东坡肉 偶尔吃一点也没关系吗 可以了 你出去拿药吧 如果再有事回来复诊 就这样 看完了 看完了 你可以出去了 喂 草龙医生今天怎么了 我屁股没做热就说看完病了 加起来没说两句话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明白 想再问他 是呀 不是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打个喷嚏 他都要问你半天呢 今天却不愿意说话 他是不是有病了 福伯 可能草龙医生呢 前阵子说得太多了 所以生蛋呢 就长了小结 来 别生气了 吃块糖说生气 我不是投诉他 是关心他 福伯 我们知道了 如果你想找他聊天的话 下次找个时间再来 我先去拿药了 先去拿药吧 喂 其实呢 我也觉得老板不对劲啊 早上看见他 两眼通红的非常憔悴 不知道是不是一夜没睡 他心情不好呢 睡不着觉了 睡不着觉 当然会憔悴了 碰见了大仇人 又报不了仇 心情怎么能好呢 不如叫他回家休息吧 他这样子很容易出事的 你叫他休息啊 就是给他时间胡思乱想 我想大家给他一点时间 不过别给他压力啊 就当平时一样了 嗯 那我现在去叫另一位病人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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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芬 灵霄打来 岑太太情况有变 怎么没通知我啊 他们找过你 受提名人接的 忘了带了 你歇会儿 我去吧 不用了 一起去 阿芬 你行不行啊 行了 你们看着龙城 爸爸比想象中长得快 陈太太心脏复合不了了 不能再拖下去 不然的话 我怕大小全保不住 你不要为我保住宝宝 一定要 太明 太明 别激动 这样对宝宝跟你都不好 阿芬 到这种情况 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宝宝已经超过了三十周 从超声波看到宝宝发育相当健全 陈太太 我建议你立刻开刀把宝宝拿出来 不反对吧 好 一定要为我保住宝宝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全靠你了 立刻通知手术室准备 放心吧 我担心陈太太在开刀的时候 心脏会恶化 我随时准备 弟弟心脏外科 也会随脚随道 我已经靠了儿科医生 有什么事可以立刻抢救母子俩 希望母子俩可以闯过这一刻 我是怕 在其宝宝出来的过程中 他会受不了 必要实意开刀取出宝宝 立刻为他做心脏手术 联系做两个手术 心脏复合不了 到时更加危险 最好就是宝宝取出来之后 把心脏稳定下来 看情况决定 今天儿科 妇产科和心脏科都在这里了 希望这个手术顺利 谢谢大家合作 病人已经进入麻醉状态 消除刀 准备一 二 三 OK 开刀 病人血压集结 血压六十四十 脉搏一百三 通知其家上医生 准备心脏外科手术室 病人可能受不了了 嗯 坚持啊 孙太太 宝宝就快出来了 病人血压回升 血压一百二十八十 脉搏七十 孙太太做得很好 继续建筑下去 病人血压一百二十八十 脉搏七十 情况很稳定 嗯 血压和脉搏多少 孙太太的宝宝 很稳定 这个宝宝的生命力很强 可能他也明白 能来到这个世界很不容易 所以他自己很努力 不见有病人困你 是不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怕你心里惦记 他也拿来给你的 谢谢 你没事吧 我要再一次体会到 生命真的很神奇 你又不是第一次接生宝宝 还这么大感触 有生就有死 生命本来就是个循环 如果孙太太老公没有癌症 孙太太就不会要这个宝宝 而这个宝宝 也没有机会出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 当初钟赞田去登记捐骨髓 是因为他撞死了小徒 他内疚 你是说如果没有姐姐的牺牲 钟赞田就不去捐骨髓 小童的死 结果换来小剑的心声和希望 两件事 你命中好像有牵连似的 如果是真的话 我相信小童一定不愿意 他的牺牲 只换来仇恨 因为他经常跟我说 没什么比生命更宝贵 虽然我是个医生 其实我真的有想过 孙太太老公在天之灵 一直在保佑的报告 同时我也相信 你姐姐现在看着我 看我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放下仇恨 换回新生命 我想你姐姐一定赞成我这么做 在这里能找到钟赞田 不知道 他之前说药一止不了痛 就会来这边喝酒的 大白天也来喝酒啊 痛起来哪儿分日夜 现在他又搬了家 只好来这儿找他了 他也没说常去哪间啊 那都没有 不如我们分头找吧 三太太 最难那关已经被你闯过了 你可以放心了 我们带了巨人来看妈咪 宝宝 真的是我宝宝 我 我开始相信阿芬说的话 生命真的很神奇 你不会也想转到妇产课吧 宝宝的情况现在很好 你不用担心了 谢谢你们 真的很感激你们 你应该谢你自己 是你让这个宝宝可以平安出世 是你创造了这个奇迹 我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 好了 妈咪和宝宝都要休息了 带她出去吧 秦医生 秦太太的心跳下降了 忠掌天 站住 别跑 别跑 别打我 对不起 别打我 谁说我要打你啊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撞死她的 对不起 你别打我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你都没有去警察局自首 撞死人不过而去 你知不知道你撞死人了 知道 我就是知道我撞死人了 我怕了 我不想去坐牢啊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撞死她的 我的手一直这样的痛 就是因为我内疾我怕 对不起 我这次来不是要找你报仇 是要你帮一个人 帮谁啊 之前是不是有医生找过你 叫你捐骨髓啊 是啊 但是我没答应她 我当初也是跟朋友谈好玩才去登记的 我现在叫你去捐 你看看 关你什么事啊 你不要理 她是个小朋友 希望你可以帮她 让她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我问过医生 捐骨髓要抽一公升 还要全身麻醉四十五分钟 我一听就怕 抽完骨髓当然有点不舒服了 你是个正常人很快就能恢复吗 现在付出一点可以救一个小朋友 不是每个人做错事都有机会弥补的 这就是你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是不是如果我去捐骨髓 你就不再追究我 说实话 是你撞死我女朋友的 我恨不得用亚禄车来压死你啊 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女朋友也不会重生了 对不起 你听我向你女朋友说 对不起 你不用耍嘴皮子了 有情动表示 我决 如果可以监供赎罪的话 我决 我决 阿芬 是她 是你撞死我姐姐的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姐姐 我会监供赎罪 一定监供赎罪 她答应监供赎了 厔织 再带诚医生树上线素 没反应 取纤纷阵剂 清晰 没反应 加了刀四百 我怕他受不了 也要试试 阁亮 可以做的都做了 现在只有靠他自己的意志力 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 你不能扔下宝宝不理啊 你这样对得起宝宝吗 对得起你老公吗 宝宝没出事已经没有爹地 难道要他出事后又失去妈咪 你回答我 当初那么辛苦你都挨过来了 为什么现在就要放弃 你要我为你拼 我现在成功了 我不会让你放弃 你生下了宝宝就要负责任 为了宝宝 为了你老公 你绝不能放弃 岑太太有心跳了 为什么这里的医生这么凶啊 为什么这里的医生这么凶啊 谢谢你 你骂醒了我 帮他换了 帮他换了吧 好 谢谢你 不用 为什么又要回来 我没淘气不要打针 之前姐姐不是跟你说过 有个中书主肯捐骨髓给你吗 换完骨髓之后 再也不用打针了 你想不想 上次也这么说结果还是要打 这次是钥匙哥哥说的 你信不信他 钥匙哥哥说的我就信 那就行了 虽然这么说万一他又反悔那怎么办呢 阿芬说过的话相信一定做得到 不好意思 来晚了 钥匙哥哥是不是有人捐骨髓给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就是小剑 希望我的骨髓可以帮到你 你就是那位好心的钟叔叔 之前不好意思 我答应了你又反悔 钟先生你别这么说了 你现在肯捐我们不知道多感激 是啊 如果真能成功的话 你就是小剑的再生父母了 钟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我功成身对 阿飞 阿飞 什么 谢谢您 行了 做你应该做的事 你还没关系 在这儿 我都好疼 我都谢谢你 很开心 说来听听 岑太太 她看完宝宝之后突然休克 我有点有错用尽办法 还是没心跳 你能这么说 显然到最后没事了 说起来真的神奇 我当时没了办法 很不甘心 拼得那么辛苦 没理由最后才失败 我不停地骂她 不让她放弃 当我骂她最激动的时候 我一拳打了她心口 她醒了 我所医生这么久 从没这么激动过 用这么不科学的方法 去救活一个人 那种感觉 总之太棒了 只要你对病人 投入了感情 你就会感同身受 你会不知不觉地 做更多 你也不理会什么身份 什么规矩啊 一心只是为了病人 而这点 也是龙城的精神 龙城精神 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对了 岑太太生完宝宝之后 你去哪儿了 去找钟暂田 我还求着她 肯捐骨髓给小剑了 你不是非常恨她吗 那个宝宝初是启发了我 其实生和死之间 真好像有点微妙的关系 小童呢 她很珍惜生命 如果能够放下仇恨 挽救个生命 我想她会赞成 我也赞成 仇恨的包袱 越早扔掉了越好 你看 我现在浑身轻松 走路还会 一跳一跳的 你好像还有个包袱 没有放下的 小童在我心目中 永远都有个位置 而我也会永远地怀念她 但这不代表 我不能向前看她 最要紧你明白 看你现在笑容满面多好 哪像早上那死样 保持住 保持 一跳一跳这样 我觉得挺可爱啊 你当我傻瓜 真的很累 那还不走 走 对不起 我没把那个凶手 抓去受法律制裁 为你讨回公道 不过我知道 你喜欢这样的结局 多一点 因为放弃了仇恨 可以挽救一条人命 我知道你一定赞成 因为你经常跟我说 没什么比生命 更加宝贵 是不是 我们将先把捐赠 整全身麻醉 撑出来的骨髓 会注入骨髓袋之中 然后 在捐赠者 近宽骨后面两侧 用针筒分多次 抽取大约 共一公生的骨髓 最后 用经过处理的骨髓袋 再输入受捐赠者的 中央进卖道管理 整个过程 大约需要四十五分钟 至一个小时 会比平时书写 所需的时间快得多 妈咪啊 喝不喝东西啊 买杯东西给你喝 不喝了 都坐了一个钟头了 书骨髓需要时间的 你有点耐心等一等 阿桥啊 你没有想过 小剑好了之后怎么办啊 让他继续上学了 他选什么科都无所谓 不过呢 我一定会供他读完大学 他想读博士也行 我不是说小剑啊 我是说你啊 我 我有什么 等小剑好了再说吧 难道你永远陪着小剑啊 小剑大了有自己的生活 你也要有自己的家吗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难道等任老朱皇再说啊 一辈子陪着小剑啊 机会过了 我怕你找不到好男人呢 那我没碰到合适的 怎么拍拖啊 那阿芬跟阿正 谁好一点呢 妈不是逼你选呢 不过我看阿芬跟阿正都不错 又对我们母子这么好 妈也很喜欢他们 你选哪一个 我都会高兴的 最要紧是你喜欢 其实阿正真的对我很好 不过你喜欢阿芬吧 阿芬对我没意思的 你别乱说 可是阿正对你有意思啊 你为什么不考虑呢 妈咪啊 感情的事让我自己想好不好 感谢天主宝佑 我弟弟小剑已经换了骨碎 希望他可以快点康复 以后健康活泼地生活下去 阿芬 来 喝茶 谢谢 小剑手术怎么样 手术很顺利 现在正在观察 要再等几个礼拜 新的骨髓才会正常运作 等过了排斥这一关 手术才会成功 现在进展还不错 总算是稍微松了口气 对吧 我的心里踏实多了 现在去医院也不觉得累了 因为有希望吗 有你的支持 小剑一定很快出院 其实你也很支持他 我去教堂 看见那只蜡烛 我知道是你帮小剑点的 其实我并没有帮你什么 正如你所说的 你什么都做了 只好求上天 我也是临机抱佛脚 希望天不会介意 总之谢谢你的祝福 其实你应该谢谢阿芬 不是他找到钟先生 小剑也没这次机会 其实我这次来 也是想谢谢他 但是我在楼下没看见他 是啊 我现在一早也没见过他 李护士 有没有见阿芬呢 他今天请假了 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呢 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请假 草龙医生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一定让那帮家伙告诉你的吧 还有谁呀 你看来小剑的手术很成功啊 所以我亲自来谢谢你 何必那么远跑来谢我呢 随便写个便条 放在我桌子上就行了 不行 你是小剑的大恩人嘛 当然要亲自来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为了小剑 你也不会放过那个人的 我是个医生嘛 救人是我的责任 况且生命那么宝贵 你不用谢我 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 很久都没有来钓过鱼了 以前心里有牵挂 你只用工作来麻烧自己 现在可以放下 终于可以真正地休息松弛一下 感受一下海阔天空 人不用再帮得那么紧 自然发现身边还有很多美好的事 我也是 照顾了小剑那么多年 其实真的有点累 我好开心 终于有机会可以试试放假的滋味 来 你试试 好 怎么掉了 在这里等啊 就这么等 你教教我怎么办呢 那你呢 首先要拿稳了 秦医生 小剑怎么样 她的情况进展得很好 虽然曾经出现过排斥 但让她撑过去了 相信已经过了最关键的危险期 就是说她的手术成功了 可以这么说 她留院再多观察几天 如果情况还是保持这么稳定的话 应该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了 小剑 你终于没有事了 好啊 以后不用天天打针了 姐姐 知不知道姐姐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还要谢谢秦医生 是啊 秦医生 你一直细心照顾小剑 谢谢你 别这么客气 这是我们的本分嘛 虽然只有点不舍得小剑 不过看见她终于能够跟这个病说拜拜 我也替她开心 你们先聊吧 谢谢 小剑 妈咪给你熬了汤啊 你快点喝 我想跟胡子哥哥下脖子期 你先乖乖地喝了汤 哥哥答应今天陪你多玩一会儿好不好 好啊 我去洗保温瓶啊 你天天都来陪小剑 她现在就听你的话 看见你和小剑 就想起我的妹妹 照顾不了我妹妹 替你照顾小剑 心里好像有点安慰 如果你回广西看你妹妹 我陪你去啊 支持你吗 不管能不能回去 总之先谢谢你 对不起啊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康剑的小朋友 什么事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 邝 你来了 这位是邝先生 从新加坡来特意来看小剑的 他是阿乔 这是小剑 这位是贺医生 你好你好 你好 阿乔 你妈咪经常接近你和小剑的 那你准备去 小剑 安可知道你的医院很闷的 特意买了一份礼物给你 打开看看 游戏机 安可教你玩 很容易的 首先你要把电池装上 然后 妈咪经常接近你 妈咪经常接近你 不用 你是不是想问我那个阿邝是什么人呢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 女儿都这么大了还要拍拖 我是不是很不害臊啊 你不说啊 人家以为我们是两姐妹 阿邝是我离开了你们之后才认识的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为了他才回香港呢 其实 我很想带阿邝回家来看你们 但是怕你们不原谅我 邝先生人不错啊 他跟小剑相处得很好 小剑还小 他对你们爹爹的印象不是很深 我最担心的是你 我像是那种不明白事理的人吗 对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那次我离开你们之后 一个人不知道去哪里好 只是想着 离开这家越远越好了 于是我去了大雨山 拜天堂大佛 希望菩萨保佑你们姐弟两个 可能跪得太久了 下台阶的时候腿一软 差点摔倒 幸好有个男人及时扶着我 那个人就傻狂 哇 你们两个挺有缘的 看他的样子好像不是香港人 是啊 他是新加坡华侨 做成衣生意的 离婚十年了 没儿没女 那次来香港拜大佛 是为他母亲祈福 他挺孝顺的 也算是个好男人 其实 我早就想回来看你们了 越想回来呢 就越是不开 我怕你跟小剑 不肯原谅我 后来 阿邝劝我 他说大家始终是一家人 没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邝先生说得对 没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其实我和小剑 一直都在等你回来 我也一样 我一直很惦记你们 妈咪 喂 我上来看看小剑吧 你来得正好 小剑一出院就说要找钥匙哥哥 你干什么 做着狗仔队啊 偷拍我 我长大以后要做摄影师 这个是胡子哥哥买给我的 最怕你三天新鲜 玩一会又腻了 浪费胡子哥哥的钱呢 现在玩得开心 已经物有所值了 难道大家都在 为什么要拍摄影师 这样好了 草龙医生帮我们拍张全家相啊 好 没问题 来来来 我来拍啊 小剑 过来 好 准备 贺医生啊 一起过来照啊 自己人嘛 来吧 胡子哥哥过来 好 照准备啊 好 照准备啊 我弟弟有病要去医院 你什么都不知道 别瞎捣乱 小朋友 想不想看魔术啊 你先帮我保管这钥匙扣啊 到了医院再教你 这棵树有什么好照的 你不记得了 我们在这里认识的嘛 虽然树呢没怎么变 但是有很多事情已经变了 所以我拍下它来 留作纪念哦 现在我不用数学打针了 而且也不用躲到这棵树上去了 你姐姐也不用那么辛苦地看着你了 以后我还可以吃汉堡包呢 我们现在就去吃 好啊 谢谢 谢谢你们这几个月来照顾我 陈太太 莫满意我们的服务 非常的满意 王府医生和秦医生 如果没有你们两个 我和宝宝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办 谢谢你们 希望宝宝能够健康成长 院长有很多记者在楼下 说想跟陈太太聊几句 陈太太出现时间一直保密 记者怎么会知道 一定是有人唠唠口风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我们疏忽了 不如叫宝安雷请他们走吧 不好 反正来了躲也躲不开了 有阿芬和Kent他们看着 应该没事的 来了 大家不要着急 陈太太会逐一解答你们的问题 陈太太会逐一解答你们的问题 陈太太恭喜你生了个宝宝 听说你的宝宝出师之后 心跳曾经停止过 是不是真的 陈太太 陈太太 请你说生完宝宝后死里逃生 就有什么感受 是啊 是啊 请你说好 好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的确是患了很严重的心脏病 而且不适合生宝宝 但是因为我先生去世了 这个宝宝对我来说很重要 它是我跟我先生感情的见证 虽然怀这个宝宝是很辛苦 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我非常地幸运 遇到两位很好的医生 他们是王府分医生 和齐百合医生 全靠他们 我今天才能跟大家分享 有了宝宝的喜悦 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是陈太太有斗志 帮了他自己 不知道陈太太完目完毅 我们灵霄的服务呢 还要谢谢灵霄医院 各位医护人员 他们专业细心地照顾 我在这里衷心地感谢他们 谢谢 谢谢 太太太 我们很荣幸你选择我们灵霄医院 我们代表灵霄医院 祝您和宝宝身体健康 谢谢 这双花送给你的 谢谢您 一起照照相吧 你很少看这种新闻的 为什么突然这么有兴趣 看看有没有太太太的报道吗 我们收到可靠的消息 太太太生完宝宝今天出院了 我们去现场为大家直接报了 跟我来吧 还要谢谢灵霄医院 各位医护人员 他们专业细心地照顾 我在这里衷心地感谢他们 你猜Tamie付出拍广告 要收多少钱 以她隐退前的知名度 最少要过百万吧 现在灵霄一分钱都不用给 就有Tamie免费这种宣传 你真会算账啊 你说什么呀 如果不是你告诉了记者 记者怎么会知道 Tamie什么时候出院 你为什么肯定是我 她心脏病发再住院的时候 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而Ken和阿芬不会说出去 我也不会说 不是你说还有谁说 是 记者的确问过我Tamie的情况 我认为整件事 以大台湾结局是好事 何况Tamie自己都不介意 而灵霄有多了两个明星医生 任何一方都没有损失 没问题啊 问题是你没有征求病人的意见 还有你利用儿子和阿芬 做宣传工具 好 最大得意是灵霄 你立了大功 可以步步高升了 你说哪儿去了 我事业心势重 你认识我之前 我已经这样了 不是 你以前会站在医生的本位 但现在你是一心向上爬 人往高处有什么不对啊 我认为我没错 什么事啊 爹爹 又日安提升纪了 逆境旅行 如心呼吸贴近天空爱的手 从天灾战线 坐日梦里飞行 原声光中照亮 倾出爱的伤 微风中笑场 愿随呼爱之神 心伤强 爱越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